2023新年终生还在耳边回荡 加密市场的爆雷就急着接踵而至 Gemini联合创始人Cameron Winklevoss 代表其二任产品超过34万名用户 正式向灰度集团母公司DCG创始人的发起冲锋 要求DCG创始人Barry Silbert偿还所欠的9亿多美元 Cameron指责Barry Silbert不讲信誉 背心弃义 欠钱不还 DCG的烂摊子完全是Barry Silbert自己造成的 DCG欠Genesis约16.75亿美元 这是Genesis欠EARN用户和其他债权人的钱 Barry Silbert拿着这些钱去挥霍 去搞什么股票回购 搞缺乏流动性的风险投资 自杀性的挥度资产净值交易等 以牺牲债权人为代价 DCG为了个人的利益已经完全丧心病狂 我们要求DCG公开承诺 在2023年1月8日之前 共同努力解决该问题 否则我们将强迫Genesis Trading 进入破产程序 而Genesis破产将触发DCG资产的清算 基于可赎回贷款 DCG或将破产 唯独信托资产将面临重大风险 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对此DCG创始人Barry Silbert回应称 我们从未从Genesis处借款16.75亿美元 或拖欠利息一时 这一切都是栽赃 Gemini就是想陷害我 大家不要信他的话 三件资本联合创始人 Z Su文言愤怒表示 DCG这个大魔头 之前与FTX爆炸头 曾合谋攻击Luna和STTH 并在此过程中赚了不少钱 DCG像FTX一样 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误导客户 还使用各种方法攻击三件资本 DCG现在毫无价值 大多数业内人士都知道 DCG创始人Barry和爆炸头 从一开始就关心密切 因为爆炸头是Genesis的董事会成员 并给了他第一笔 由FTT支持的贷款 Genesis的债权人 将在未来几天内 将其退入破产程序 并接管剩余的DCG资产 他们可能会要求 Barry以牙还牙的方式 偿还他的套现 Barry以牙的方式